日前 台湾远见杂志发表最新2018年的台湾明星动向大调查 过去十年间 该调查每年追踪岛内统独立场的变化 在蔡英文执政即将满650天之时 赞成台湾独立的比率创下调查以来的十年新低 而赞成与大陆统一的比率却攀上调查以来的十年新高 大幅上升至14.8% 比去年高出了5.5个百分点 而对于蔡英文及其执政团队 台湾民众就打了几分呢 答案则是不及格 平均只有54.1分 其中近一半的民众认为蔡政府只值0到59分 而觉得蔡政府打到及格标准的则不到四分之一 民调也显示蔡英文团队执政的最大招门之一就是两岸关系 民调问及对蔡英文在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有没有信心之时 又高达65%的民众表示没有信心 与去年3月调查相比 没信心的程度多出了16个百分点 而被蔡英文搁置许久的九二共识 调查发现仍有47.5%的台湾民众赞成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 可以兼顾台湾利益和两岸和平发展 近两年来 台湾断了两个邦交国 无法参与WHA 去年少了百万路客 这些现象都在显示两岸关系已经深切的影响了民众的生活 然而与台湾民众相反 大陆网友却纷纷支持蔡英文连任 九成的投票网友表示支持她连任 并强调只有民进党继续执政才能够加速两岸统一 在两岸关系冰封的此刻 台湾年轻人对赴大陆发展的意愿是持续的攀升 在问道如果有机会会希望去哪些地区发展 包括投资工作或者是求学之时 有36.6%的民众想去大陆 与去年3月的调查相比多出了6.3个百分点 市场前景与两岸薪资的差距是大家想要去大陆发展的主要原因 而且近年来 大陆也对年轻人提出了许多的利好政策 大力的吸引人才 包括去年开放的高中毕业学策成绩 只要有军标 即前50%就可赴大陆申请大学 不像往年 必须在前25%才有机会 农历春节前夕 台湾多项民调纷纷出台 偏蓝偏绿 亲统 亲毒 说啥的都有 但整体而言 排斥统一的台湾人在逐渐的减少 我们知道民调都是有倾向性的 不必过度的相信 但民众对于蔡英文政府的失望却是不争的事实 许多台湾人逐渐的抛弃了对抗心态 打不过就加入他 前两年的太阳花学运过后 台独声势最大时 在台湾坐出租车都不敢讲普通话 现在则是连乡下不会讲普通话的老人都在公开谈论 蔡英文政府这么懒 国民党又起不来 干脆与大陆统一算了 台湾民众意识到台湾的优势在逐渐的丧失 在老百姓层面产生了一种焦虑感 很多民众也还在观察大陆今后会发展变化到什么程度 不过多一点了解 少一点误解 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总是一件好事 网络前资讯分享独家解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不要忘记按下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追踪我们的节目更新 We'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Bye